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我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个鞠字,鞠集的鞠。 鞠字的国语注音是,鞠一鞠一生鞠,鞠一生鞠。 鞠,向别人施展阴谋的,就叫做居诈。 另外,借着有力的地形埋伏起来, 刺激去攻击敌人,就叫做居集。 如歷史上张良为了替韩国报仇 就雇了一个大力士埋伏在伯浪沙 以大铁锤去狙击秦始皇 虽然只打中了副车 可是也使暴军秦始皇胆寒起来 又如现代的陆军也多有训练 射击技术精良的士兵 便于作战的时候 藏服在高地草丛或是树上 伺机射击敌人或敌军的指挥官 以收杀敌之效 而这些训练有素的士兵 由于命中率极高 所以称为狙击手 谈到这个狙字呢 庄子奇物篇有一则很有名的预言故事 是说宋国有一个人 他喜欢养猴子 人便称他为狙公 他养了很多很多的猴子 只好改口说 也就都不吵了 这就是朝三暮四 这则成语的由来 因此后人对于一个人拿不定主意 言行反复无常 或者是爱玩弄手段 来欺骗别人的 我们都可以说他是朝三暮四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有人不注意把狙击念成了祖击 或是举击 这都是不妥当的 请您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每日一字的时间到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